倾听心里的声音 遇见未知的自己 今天我们分享两种粮食 我们知道人是分能看得见的外体和看不见的内心 看得见的这个外体要长大也是要吃粮食的 吃的就是属肉体的粮食 我们还有看不见的内心 内心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思想 也就是我们的心灵 在圣经当中统称为灵魂 看圣经主导文里头有着怎样的话语呢 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一节说 向神要求日用的饮食 求你赐给我日用的饮食 但是在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里头 主耶稣又怎么说的呢 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又让我们求又不让我们求 那到底我们要求呢还是不求呢 都要求啊 都要按照这个话语去做 也要求也不求 这两点如果都听从的话 那么这两种粮食区别在哪里呢 是不是很矛盾呢 那下面的时间呢 我们就来区分一下圣经中的粮食 我们来了解一下 圣经中要我们能够永远活着 也就是永生的粮食 到底是怎样的粮食呢 有几种粮食呢 两种粮食 那我们通过圣经来查考一下 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 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 所以我们不丧胆 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 阿门 我们的外体虽然朽坏 但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 我们的外体就是我们的肉身 我们的肉体会糗坏会衰老的 我们的内心说一天心似一天 我们知道我们的外体 这个粮食用什么来吃呢 是不是用口来吃啊 我们里面还有一个我 有个外在的我 有个内在的我 内在的我他怎么样来成长呢 是不是他也需要成长啊 他也是需要水需要粮食的 那我们内在的我 吃的就是属灵的粮食 通过圣经来看一下 肉身的粮食 出埃及记十六章里 摩西带领属肉体的 以色列选民出埃及的时候 是不是经历旷野呀 那神的选民通过什么 来维持肉体的生命的呢 通过什么呀 玛拿 玛拿是从哪降下来的呢 从谁那里来的呀 说神心智从天降下来 玛拿 供肉体以色列选民 维持外体的这个生命 是不是啊 旧约的时代 在旷野的时候 靠着神亲自 从天而降的玛拿 这个一日三餐呢 是不是啊 都是靠着这个玛拿 那么到了主耶稣 初临的时候 有没有肉体的粮食呢 主耶稣怎么吃的呢 初临的时候的人 不管什么时候的人 都有什么呀 外体肉身的粮食 就是用口所吃的 一日三餐 耶稣所吃的这个粮食 是什么样的粮食呢 是不是也有属肉体的 也有属灵的呀 那属肉体的这个粮食 我们知道主耶稣 2000年之前 初临的时候 来到了犹太地 为了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 是不是显了很多的神迹和异能啊 第一个神迹就是 在加拿的婚宴上把水变成了酒 还有一个就是五饼二鱼的故事 这个粮食是什么粮食呢 是不是属肉体的粮食啊 当时的人们跟随主耶稣 不是为了看神迹 为了什么呀 为了自己的度福 为了吃饼得饱 而跟随着主耶稣 粮食分两大种 一个是外体的粮食 一个是属灵的粮食 我们的外体求坏的内心 一天心事一天 那让我们一天心事一天的 就是属灵的粮食 能让我们也能够发生变化 我们外体 在吃了很多很多的 有营养有价值的东西 还是让我们求坏衰老 是不是啊 灵的粮食又分什么呢 属灵的粮食 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七节 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七节 不要为那避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 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 阿门 我们不要为糗坏的食物劳力 糗坏的食物刚才说了 肉体可以糗坏 吃的肉体的这个食物 不要为它去劳力 要为属灵的粮食 就是存到永生的这个食物 而劳力 这个属灵的粮食 到底是什么呢 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 我们查考一下 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 耶和华万君之神啊 我得着你的言语 就当食物吃了 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 阿门 那属灵的粮食是什么呀 就是神的话语 主的话语 是不是啊 这就是我们属灵的阳式 是让我们存到永生的食物 告诉我们属灵的食物是什么呀 就是话语 灵有几种啊 有几种灵啊 有两种灵 一个是神的灵 一个是撒旦的灵 属灵的食物也分为两种 一个是神的食物 一个是撒旦的食物 神的食物就是神的话语 那神的话语是什么呢 就是真理 撒旦的食物就是啥呀 撒旦的话 那就是什么呀 非真理 属灵的粮食 就是什么呀 神的话 属肉体的粮食就是 让人怎么样能求快的粮食 用口吃的 那属灵的粮食呢 是用什么吃的呀 是不是用耳朵吃的呀 说 约伯记34章3到4节说 要用耳朵试验话语 好像上堂尝食物 那也就是外体的时候 是用口来吃的 那么属灵的食物 是用耳朵来吃的 我们通过分享 知道了诸道文里头 这个食物 让我们所求的 就是属灵的粮食 日用的饮食 我们也知道了 主耶稣所显的神迹 五饼二鱼 他不是为了显神迹 而显神迹 他是为了证明神 与他同在 神迹里头有没有生命啊 神迹里有生命吗 没有生命 是不是啊 两种属灵的粮食 刚才说了 有神的粮食 我们吃了神的粮食 就让我们灵魂 能够得到生命 能够拯救我灵魂的话语 这是神的粮食 撒旦的粮食是什么呀 嗯 只要我们灵魂使的粮食 就是杀死我灵魂的话 我们通过圣经再来查考一下 以赛亚书55章1到3节 以赛亚55章1到3节 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 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 你们都来买了吃 不用银钱不用价值 也来买酒和奶 你们为何花钱 原文作 平银 买那不足为食物的 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 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 得想肥干 心中喜乐 你们当就近我来 侧耳而听就必得活 我必与你们立永约 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 阿门 不用银钱不用价值 就来买酒和奶 这是不是用比喻所说的呀 酒和奶就是什么呀 神的话语 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 不足为食物的就是撒旦的粮食 撒旦的粮食是不是就是撒旦的话呀 分了两种粮食 一个是神的粮食 一个是撒旦的粮食 那三节说 你们当就近我来 侧耳而听 说就必得活 用耳朵听的是什么呀 是不是话语呀 那这个耳朵是什么呀 是什么样的耳朵呀 这是鼠灵的耳朵 要我们打开鼠灵的耳朵 那么我们再看神的粮食 神的粮食 如果说是生命树上的果子的话 神我们知道是什么呀 是不是生命树啊 神是生命树 生命树上结什么呀 生命果 生命果吃了之后就能够让我们永远活着 就能够让我们永生 如果把神比喻成树的话 那就是生命树 如果把神的话语比成果的的话 那就是生命果 生命树上结的是生命果 那生命果呢 我们吃了才能够让我们灵魂活着 西伯来书五章十二到十四节 我们看一下 西伯来书五章十二到十四节 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 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令教导你们 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 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人意的道理 因为他是婴孩 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阿门 是不是也有吃奶的阶段呢 灵粮也有干粮 那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有吃奶的时候 也有吃干粮的时候 也是有阶段的 那奶也是神的话 干粮呢也是神的话 那哪块不同呢 奶就是初步的话语 奶呢就是按照圣经的字面的意义 就是奶 干粮是里面经义的部分 也就是说启示的话语就是干粮 启示的话语就是神的道 干粮也可以说是仁义的话语 什么叫仁义的话语呢 义是什么呀 义就是确实的真实的 义是没有罪的 义是明白神旨义的人称为义人 神的旨义 神的经义 神的心神都隐藏在经义的里面了 都在这个启示的话语里面呢 启示的话语就是什么话呀 就是预言成就的话语 也就是完全的话语 奶呢就是表面的字句的话语 但是神告诉我们说 字句是叫人使的 经义乃叫人活 那我们总是喝奶的时候 知不知道有干粮啊 一直喝奶是不是不知道有干粮啊 当我们吃到干粮的时候 才知道原来我吃的都是奶呀 要不吃到干粮的时候 总是喝奶 以为这就是啥呀 这就是完全的 不知道有干粮的时候 那就以为什么呀 这奶就是完全 希伯来书六章一到二节怎么说呀 我们要离开基督道里的开端 是不是要离开基督道的开端呢 也就是要我们断奶 让我们断奶 让我们吃干粮 进入到完全的地步 初灵的时候也可以说是道的开端 完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就是主在灵的时候 吃的干粮才是完全的 那才是真正的干粮 有神的粮食 也有撒旦的粮食 神的粮食是神的话语 也是生命树上的果子 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 是不是有生命树上的果子呀 那么撒旦的粮食就是撒旦的话 如果神的话是真理 那么撒旦的话就是非真理 非真理就是啥呀 谎言 什么叫非真理呀 真言书三十章六节告诉我们说 在神的话语上 加添是说谎言的 那就是人的话谎言 在神的话语上加添就是谎言 把撒旦比喻成善恶树的话 那他所结的果子 口中所说的果 话语不就是果子吗 真言书十三章二节 口中所说的话就是果实 那吃了善恶树上的 所结的果子出来的话 那就是善恶果 在创世纪的时候 神就说呀 你吃了善恶果的日子 就必定是 这是神的话 神的话也是神的法 也是神的约 啥叫善恶呢 所以先头是善的呀 是好的 然后呢 又变成了恶的了 从善到恶 所以善恶混合 混杂到一起了 这就叫善恶果 似似而非的话语 就是善恶果 创世纪二章十七节 是不是善恶树上的果子呀 神说了你不能吃 所有树上的果子呀 你都可以吃 但是唯独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能吃 是不是告诉亚当啊 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亚当受到谁的迷惑呀 是不是蛇非常聪明啊 先迷惑夏娃 说你吃吧 吃的日子不一定死 是不是在神的话语上加添了呀 夏娃吃完了之后呢 就给亚当吃了 那俩人是不是都违背了神的话语呀 没有守住神的话 神的话就是法 就是约 那没有守住神的话 就等于没有守住神的约 也等于违法了 我们来看创世纪二章十七节 三章六节我们都读一下 创世纪二章十七节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创世纪三章六节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 也悦人的眼目 且是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果子来吃了 又给她丈夫 她丈夫也吃了 阿门 这个蛇是不是非常的聪明啊 他知道谁是亚当的软肋 对不对啊 所以她特别的聪明 所以先迷惑了夏娃 夏娃吃了之后 通过夏娃来迷惑亚当 那这个果子 如果是我们所眼睛能见的 什么呀 苹果呀 什么桃啊 这个果子的话 说这吃的日子必定是 说亚当当时就应该死的 但是亚当吃完了之后 还活了九百三十岁 那说明这个果子 不是我们眼睛能看到的 这个果子 而是属灵的这个果子 吃了之后 肉身又活到了九百三十岁 启示录十八章十四节 巴比伦拿你所贪爱的果子 离开了你 你一切的真修美味 和华美的物件 也从你中间毁灭 绝不能再见了 阿门 这里头说巴比伦啊 你所贪爱的果子 离开了你 你一切的真修美味 和华美的物件 也从你中间怎么样毁灭了 绝不能再见了 这里头说什么呀 这个善恶树 是不是到其路的时候 已经就被砍伐了 没有了 那这个果子是啥呀 这个果子是属神的果子 被巴旦巴比伦 所掳掠的神的百姓 就是他所贪爱的果子 这是不是属灵异的呀 善恶树上的果子 就是什么呢 就是非真理 在真理前面加个非 就是不是真理 是非真理 吃非真理就必定食 以赛亚书28章7到8节 我们来查考一下 以赛亚书28章7到8节 就是这地的人 也因酒摇摇晃晃 因农酒东倒西歪 祭司和先知 因农酒摇摇晃晃 被酒所困 因农酒东倒西歪 他们错解末世 谬行审判 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 无一处干净 阿门 这里头说 神的百姓都喝醉了农酒 摇摇晃晃 都是施了这些非真理 就相当于喝了这个酒 找不到方向了 迷迷糊糊的 错解末世 末世是什么呀 末世家人们是不是知道了 就是预言 也就是隐藏的天国的奥秘 是不是 这个是预言 因为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 无一处干净 就是错解这个末世 又行了审判 释放出来的就是非真理 就是呕吐的污 就是非真理 他们所说的话 是污秽的 马拉基书一章7节 马拉基书一章7节 你们将污秽的食物 陷在我的坛上 且说 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 因你们说 耶和华的桌子 是可藐视的 阿门 这里头说的是 这个污秽的食物 就是从口中所出来的 假牧者所说的谎言 是撒旦的话语 这就是啥呀 污秽的食物 污秽的话 就是非真理 在神的坛前 启示录十八章二到三节 二十三节 我们来查考一下 启示录十八章二到三节 他大声喊着说 巴比伦大城 倾倒了倾倒了 成了鬼魔的住处 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 并各样污秽 可增之雀鸟的巢穴 因为列国都被他 携淫大怒的酒倾倒了 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 地上的客商 因他奢华太过 就发了财 启示录十八章二十三节 灯光在你中间 绝不能再照耀 新郎和新妇的声音 在你中间 绝不能再听见 你的客商 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 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 我们这里头说这是啥呀 是不是邪淫大怒的酒 怎么样啊 使万国都倾倒了 这个邪术是啥呀 就是设立的比喻 跟地上的这些 假先知 一无所见的 虚晃的 虚假的占谱 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牧者 所说的这些话 使万国怎么样啊 都受到了迷惑 所说的就是非真理 使万国都倾倒了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 末世的饥荒 及按时分的粮食 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节 三十七节 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节 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 天国好像 人撒好种在田里 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七节 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 主啊 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 从哪里来的败子呢 阿门 说这个撒的这个种子 是不是撒到了这个田地里呀 这个田地是哪呢 是不是就是耶稣教的 这个信仰的世界呀 是不是属灵异的呀 谁家撒种的 不能往别人家那地里头撒 是不是啊 撒到自己家的地 自己家的地是哪啊 主耶稣撒的地 就是耶稣教的这个信仰的世界 三十八节怎么说的呢 田地就是世界 这个世界不是说 指的是地球村 是不是指的是信仰世界 也就是说是耶稣教的 这个世界 三十九节我们读一下 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九节 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 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 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阿门 这里头说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 收割的时候是世界的末了 这个世界的末了不是地球村 要毁灭 不是地球村的末了 是什么呀 信仰世界的末了 也就是说耶稣教或者是宗教 这个信仰世界有一个时代要结束 末了末时末期末后末日 都是指什么呀 要结束的这个信仰世界 这个信仰时代而说的 能理解吗 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六节我们来读一下 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六节 如果这样 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 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 把自己献为己 好除掉罪 阿门 这里头说耶稣为我们担当的罪 要在末世怎么样啊 显现 这个末世不是指地球村 指的就是信仰世界 这个末世 要结束的这个信仰世界 林前十章十一节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见 并且写在经上 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写这些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呀 是要警戒和见见的 但是当时所说的这个话 是指保罗的那个时代 末世的人 也就是说 那个时代就是末世的人 指的是那个时候 但是呢 对于如今的我们 是不是也有末世啊 信仰世界也是分时代的 一个时代的结束 另一个时代的开启 对前一个信仰世界来讲 就是末世 这个饥荒是什么饥荒呢 是不是也有饥荒的时候啊 是不是圣经中 我们也多处看到 什么有饥荒啊 地震啊 这样的预言 我们来看一下 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 我们看饥荒是什么意思 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 主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 人饥饿 飞烟无饼 干渴 飞烟无水 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阿摩 这里都说的是 饥饿 飞烟无饼 干渴 飞烟无水 这是指属灵的 还是指属肉体的呢 是不是指的是属灵的呀 因为你饥饿 飞烟无饼 干渴 飞烟无水 乃是什么呀 没有神的话语 这个饥荒就是 没有神的话语的饥荒 是属灵的饥荒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到五十五节 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到五十五节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 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阿们 这里头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说你们要吃我的肉 要喝我的血 你们吃我肉喝我血怎么样啊 就会有永生 那主耶稣的肉 主耶稣的血 我们用嘴能不能吃啊 用口能不能吃 不行 吃不着是不是啊 那吃的是啥呀 属灵的粮食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话语 对不对呀 这个是我们属灵的粮食嘛 我们一定要记住属肉体的粮食和属灵的粮食 主耶稣2000年之前显得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是什么呀 是属肉体的粮食 当时跟随主耶稣的人多还是不多呢 非常多啊 五六千人跟随主耶稣 为了什么呀 就为了吃饼得饱 那么当主耶稣一说这话的时候 说你们若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 你们就没有永生 怎么样啊连门徒们都退去了 说这个人不疯的吗 竟说狂妄的话 是不是啊 那主耶稣说的是什么呀 说属灵的粮食啊 主耶稣我们知道2000年之前 来到了自己的地方 犹太地 他说的话语 跟当时犹太人们所领受的话语 一样还是不一样呢 不一样 要一样的话 就不能给他钉在十字架上了 当时的犹太人们所领受的是什么呀 是不是摩西的律法呀 传讲了几千年的摩西的律法 主耶稣来了 传讲的是啥呀 说在见证自己是按照圣经的约定而来的 见证自己是神的儿子 他所说的话是成就 旧约的 实状的 启示的话语 他在做着见证 主耶稣来了说 你们别查搞圣经了 你们放下圣经吧 就跟随我吧 听我的话 你们就能到神那里 当时的人们信还是不信呢 不信 所以说律法是从摩西来的 恩典和真理是从主耶稣那来的 主耶稣来了 才带来了真理和恩典 什么是真理啊 什么是真理 真理就是真实的话 就是真实 那什么样的话是真实的话呢 有预言 有成就的话 就是真实的话 就是真理 旧约的应许 耶稣来成就了 成就了旧约的应许 神通过旧约先知 所预言的 我要给你拆来一位尼赛亚 说他来了 你们要迎接他 迎接他 我就不纪念你们以前的罪欠了 主耶稣来成就了旧约 又赐下了按时分的粮食 是不是赐下了按时分的粮食啊 又预言了新约 也赐下了按时分的粮食 有关灾临时候的预言 主要在哪里呢 说是马太福音24章里头啊 说的是不是都是预言呢 啥是预言呢 就是通过先知所说的话 预啊 是预先 对吧 提前 言呢 话语 就是提前所说的话 就是预言 那么马太福音24章3节说 耶稣的门徒们问主耶稣说 什么时候是世界的末了啊 世界的末了有什么征兆呢 然后主耶稣怎么说的 在7节 我们来读一下 马太福音24章3节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 门徒暗暗的来说 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 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 有什么预兆呢 阿门 这里头说 说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和地震 我们如果按照圣经的 这个表面的字句来解读的话 是不是要发生世界大战呢 而且发生战争的时候 就会出现饥荒啊 说就是备战备荒啊 首先要备什么呀 备粮食 说多处必有饥荒和地震 而且还伴随着地震 这是我们按字面来解读 对不对啊 但是主耶稣说的这个预言 是不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 说他再来之前 要有这样的征兆 什么样征兆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这个民是啥呀 是不是神的选民和 撒旦的选民啊 这是属灵的战争 这个饥荒是啥呀 是不是有属灵的饥荒啊 阿摩师书八章十一节不说吗 人饥饿 非饮无饼干渴 非饮无水呀 乃是没有神的话语 没有神话语的属灵的饥荒 饥荒了人 是不是心里头就要动摇 人心不稳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到四十七节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 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 那仆人就有仆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 这个仆人什么意思呀 说传讲代言神话语的人呢 为主人所派 耶稣 耶稣所派的 管理家里的人 管理可以说治理 治理管理 要按时分粮给神的百姓 那这个粮食是属肉体的粮食呢 还是属灵的粮食呀 那属灵的粮食是什么呀 这是预言说成就的时候 在主耶稣来之前 要有这样的事情要发生 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 主耶稣要差派他的夫人 治理管理家里的事情 按时分粮食给他的百姓 这个也是主再临时的预言 那这个按时分的粮食 是什么样的粮食呢 主耶稣初临的时候 他所传讲的是 见证旧约直壮的 启示的话语 又预言了他再来的时候 又要拆来一位仆人 就是代言代行 主耶稣话语的人 按时分粮食的这个仆人 是见证新约 预言成就的启示的话语 主耶稣来是见证旧约的 实壮的启示的话语 这位夫人来了 是见证新约成就时候的 实壮的启示的话语 这个启示重要不重要啊 启示是不是就是打开呀 打开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按照预言 所出现了实壮和实体呀 这叫启示 明明白白的告诉了 出现了 按照预言成就 出现了实壮实体了 那我们知道 主耶稣是按照旧约的预言而来的 尼赛亚 他是道成肉身来的 是不是按照旧约的圣经而来的呀 那么这位按时分粮食的仆人 会按照新约的预言出现 按时分的粮食就是什么呀 话语嘛 粮食就是属灵的粮食 是话语 我们知道右身的这个粮食 也有阶段性的 孩子下生的时候给吃奶 然后渐渐长大了 给他吃点米糊啊菜酥啊 再长大了一点点吃干粮 不能说肉体的这个孩子 十岁了还给他拿个奶瓶子 天天喝奶吧 那这个孩子是不是长不大呀 那如今我们树林上呀 吃奶的时候 也有吃干粮的时候 表面的字句就是奶 里面的精液就是干粮 那精液的话语就是启示的话语 启示的话语是什么样的话语呀 就是预言成就的话语 就是实状的话语 见证这个实状的话语 就是启示 那谁来给我们分这个粮食啊 是不是我们就要了解 主耶稣拆来的仆人 是不是也是牧者啊 那牧者有着怎样的区分呢 我们来看牧者的区分 谁来给我们分这个按时分的粮食 谁赐给我们呢 说预言的牧者 他肯定是先知啊 先知所说的话都是预言 神通过先知来把他的心意 把他的旨意 告诉他的选民 通过先知先说 这就提前说的话 叫预言 旧约的预言是从以赛亚 到马拉基 是不是都是旧约的先知啊 那神为了告知将来 要成的事 而拣选的先知就是牧者 他叫什么样的牧者呢 预言的牧者 说预言的牧者就是先知 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 怎么说的呢 是不是预言了 童女要怀孕生子啊 通过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 大约过了多少年呢 过了七百年 谁来成就这个事啊 是不是主耶稣来 成就这件事啊 在马太福音一章十八到二十三节 是不是成就了这个预言呢 神的话是不是提前几百年说呀 几百年之后 按照他这个话语来成就 那神的话是不是真实的呀 是不是真理呀 预言耶稣的降生 他要由童女怀孕而生 耶利米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 我们来读一下 耶利米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 耶和华说 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 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 并且我必将你们 从一城娶一人 从一族娶两人 带到西安 我也必将和我新的牧者赐给你们 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 阿门 这个话是不是充满了恩惠呀 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 神是不是非常伤心 悲痛的说呀 怎么的呀 祂的儿女因无知 偏离了神 离开了神 离开了真道 也就是说没有真正的认识神 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 必将你们从一城娶一人 一族娶两人 这里的城和这个族 代表的是什么呀 是不是教会呀 圣经中的城和圣经中的这个族啊 是不是代表是教会呀 从这个教会拣选了一个人 从那个教会拣选了两个人 把这些人带到西安 那这个西安是啥呀 初临的时候就是主耶稣 那么再临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一个西安山呢 是不是 启录十四章一节里头啊 高阳站在西安山呢 在那里有多少人呢 十四万四千人 说十五节 我也必将和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 什么样的牧者啊 和神心意的牧者 要赐给他的百姓 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 用什么来牧养他的百姓啊 是不是用属灵的粮食啊 属灵的粮食话语不就是知识 智慧嘛 来牧养神的百姓 神拣选的和神心意的牧者 神要把知识和智慧赐给他 他在牧养神的百姓 刚才我们看的是预言的牧者 预言的牧者就是先知 只有先知所预言嘛 先知先知就是先知到 先知到神的话语 第二个就是立约的牧者 立约的牧者是什么呀 就是按照神的话语 不是通过先知先说吗 然后按照这个话语 按照他的预言而出现了 这个牧者出现了 并且按照指示做见证 他有所见所闻 这个立约的牧者一定有所见所闻 他要见证自己 见证自己是按照预言而来的 按照预言出现的 圣经也在为他做见证 自己为自己做见证 神也为他做见证 那他要有所见所闻 马太福音一章十八到二十三节 这个就是按照预言成就了 十状十体 神通过以赛亚先知说 要有童女怀孕生子 然后呢 在马太福音一章十八到二十三节 成就了这个预言 这个就是啥呀 见证 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 怎么说的呢 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 主耶稣道成肉身 来到了犹太人的面前 说你们放下圣经吧 说呀 这圣经都是在为我做见证呢 那当时人们拿的是什么呀 是不是旧约的圣经啊 说你们放下圣经 听我的话 就能来到神的面前 就能进天国 就能得永生 但是当时的人们不信 忠心又见识的仆人 如今猜没猜了呀 主耶稣猜没猜了呀 我们现在吃的粮食 是不是按时分的粮食呀 启示录二章十七节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得胜的 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 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 写着心明 除了那领受的以外 没有人能认识 阿门 这里头说是 得胜的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圣灵是谁呀 圣灵就是主耶稣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话 说凡有耳的 你们就应该听 有的是什么耳朵呀 是不是属灵的耳朵呀 说你们要听得胜的 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 我是谁 主耶稣要把隐藏的玛拿赐给谁呀 得胜的这一位 是他一块白石 那这个玛拿和白石是啥呀 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 就是启示的话语 启示的话语是啥呀 一定是按照旧约的预言 出现了石状石体 这个就是成就的话语 就是启示之道 并赐他一块白石 石上写着心明 这个心明是啥呀 在启示图三章十二节 我们看见了 主耶稣的心明就是得胜者 除了那领受的以外 没有人能认识 认识是啥呀 明白 除了领受这个话语 领受这个启示之道的这个人 除了他没有人能明白的意思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就是这个玛拿 在创世纪的时候 刚才我们就说了 神亲自从天降下来玛拿 这个玛拿到这个启示图二章十七节 我们才看到 这个隐藏的玛拿就是什么呀 是不是启示的话语呀 启示之道啊 这就是隐藏的玛拿 这就是什么呀 救恩的奥秘 这就是救恩劫的奥秘 这个隐藏的玛拿是啥呀 就是创世纪三章所说的生命果 摩西那时候 说神亲自用指头 所写摩西的律法呀 写在哪儿了 写在石板上了 如今不是刻在石板上了 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不是用墨写的了 用永生的神的灵所写的 我们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就是启示之道 启示之道 我们每天在用耳朵 耳朵所听就是吃 吃的是啥呀 口所吃的肉身的粮食 耳朵所听的就是属灵的粮 那个属灵的粮食 就是什么呀 生命果 生命树上所结的生命果 第三个就是一般的牧者 一般的牧者是什么样的牧者呢 就是传讲所成就的 见证立约的牧者的牧者 他就是一般的牧者 住耶稣初临的时候 旧约的先知们是说预言的牧者 主耶稣是按照旧约的预言而来的 他就是立约的牧者 耶稣的门徒们是见证主耶稣的 把他们的所见所闻都记录下来 见证出来 他就是一般的牧者 主耶稣的门徒就是称为一般的牧者 出现立约牧者之后 为立约的牧者去做见证 这就是一般的牧者 那么在这三种牧者里头 哪个最重要啊 立约的牧者最重要 因为预言的牧者 为立约的牧者说预言 一般的牧者为立约的牧者去做见证 所以立约的牧者非常重要 他是谁猜来的呀 是不是从神那猜来的 这一位呀 在他里面有什么呀 有永生的粮食 他是按时分粮食的仆人 那如今谁是做预言的牧者呢 谁又是立约的牧者 谁又是一般的牧者呢 那是不是主耶稣的门徒们 他是说的预言呢 刚才所说的 马太呀 马太福音24章 那是不是预言书啊 对吧 那新约是在什么时候呢 说是福音书到启示录啊 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呢 马太马可路加可以称为什么呀 共观福音 也都是见证主耶稣的 四福音书里头 是不是也是说的预言呢 主耶稣的门徒们 把主耶稣生田所说的话 所记录的事都记录下来 他们是啥呀 也是在说着预言呢 没成的事嘛 叫预言 出零的时候预言 再零的时候成就嘛 旧约的预言出零成就 出零的预言 再零的时候成就 那么主耶稣门徒们 所说的这个话是什么呀 就是预言 门徒们就是预言的牧者 那如今这个时代谁是立约的牧者呢 主耶稣又把隐藏的玛拿赐给了得胜的 赐给了得胜者 给了他 主耶稣呢领受了启示之道 领受了按时分的粮食 他就是立约的牧者 他一定是按照新约的预言而来的 是不是旧约有三百多处针对着主耶稣所说的预言呢 主耶稣来背负十字架 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里头怎么说的 都成了 成就了神与旧约中间之所有的预言 那么新约呢 也一定会成就的 所以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六节说 都成了 两千年之前主耶稣成就了旧约 又立了新约 新约也一定都成了 告诉我们都成了 那么立约的牧者就是得胜者 主耶稣把这隐藏的马拿给他了 属灵的粮食 他按时分粮食 我们现在所吃的这个灵粮 就是按时分的粮食呀 那谁是一般的牧者啊 神有差遣他按时分粮食的仆人 是神所差来的 主耶稣所差来的 两千年之前 神所差来的是主耶稣 两千年后的今天 耶稣所差来的就是得胜者 按时分的粮食 是耶稣的仆人 那么撒旦呢 灵都是借着肉体来做事工的 撒旦的牧者 神拣选和他心意的牧者 拣选和神心意的牧者 用知识和智慧来养育我们 那么撒旦也是灵 他也会在地上拣选他所使用的人 撒旦所使用的这个人 就是假牧者 神拣选和神心意的牧者 就是真牧者 神赐给他们粮食 然后再往下分发 那么撒旦灵也拣选和他的心意的牧者 就是假牧者 他们也有他们的话 教导的是啥呀 神的牧者教导是真理 撒旦的牧者 假牧者 教导的就是谎言 这个假牧者就是魔鬼所使用的工具 他所使用的人 为了毁谤逼迫 做神事工的这位真牧者 我们跟谁受逼迫的 还是跟谁不受逼迫的呀 说马太福音五章 十到十二节里头说 唯一受逼迫的人有虎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所以从创世纪的时候 神就告诉我们了 说该隐和雅伯的故事 我们就知道了 属血气的一定会逼迫属灵异的 那么什么叫属血气的 吃的是属肉体的粮食 吃的是谎言 吃的是非真理的 这些人要逼迫 吃属真粮食的 属灵粮食的 吃真理的 听真理的这些人 那谁逼迫呢 都是信神的 信主的人 不是说的外邦人来逼迫 行逼迫 都是信神 信主的人 行逼迫 因为他们肉体的种子是一样的 属撒旦魔鬼的 逼迫属神的 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 我们读一下吧 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你们父的私欲 你们偏要行 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 因他心里没有真理 他说谎是出于自己 因他本来是说谎的 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他们 他们的父亲就是说谎的 所以他的子女也是说谎的 那他为什么要说谎呢 因为他们没有真理 没有真理就得说谎言 那说我拿着这本圣经啊 我还不会讲 那讲啥呀 就得讲人的教导 人的诫命 人的吩咐 那就得讲 在神的话语上就要加添 那就是非真理 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父亲是谁啊 是魔鬼 所以他的子女也是会教导他的儿女们 所以他也会成为说谎之人的父 那么一代一代遗传下来的传讲的都是非真理 非真理就是什么呀 善恶果 吃的日子怎么样啊 就会死 这个话语对我们重要还是不重要啊 太重要了 其实灵我们是看不见的 但是它是确实存在的 也要学会区分 用什么来区分呢 要尝这个食物 好吃不好吃 说用嘴来尝啊 这个鼠灵的这个话语 说用耳朵来试验话语啊 用耳朵多听 保罗不也说嘛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主耶稣基督的话语来的 我不认识你这棵树 我不知道你这棵树 你要接苹果 你还要是接牙梨 当你接触这个果子的时候 我不用知道这个树几个叶子 我一看你接触这个果子 我就知道你这棵树是什么树 也就是说你是神的说树 还是撒旦说树 是不是口里的这个果子呀 就代表你这棵树 马太福音24章11节 马太福音24章11节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 阿门 这马太福音24章刚才说了 是预言 预言主再临之前 主再来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 假先知不就是假牧者吗 就是撒旦魔鬼所使用的牧者 要起来 要出现 要迷惑多人 这个多人刚才我们也查好了 其路十八章里头 都是万国倾倒了 都喝醉了他淫乱了酒嘛 是万国都倾倒了 许多的假牧者所说的话 就假先知所说的话 迷惑了神的选民 使万国都倾倒了 万国是不是国也代表教会呀 使这里的选民都受到迷惑了 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三到十五节 那等人是假使徒 形式诡诈 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 这也不足为怪 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所以他的差异若装作仁义的差异 也不算稀奇 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 阿门 那等人是假使徒 哪等人呢 是不是说这非真理的假牧者啊 形式诡诈 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 刚才我说了 他如果要拿着一个古兰经 拿着一个佛经 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 如果他从外表能看出来的话 他长着两个脚 青面獠牙的 是不是啊 一瞅啊 这撒旦所使用的 问题是外表瞅不出来呀 一样呢 他也拿一本圣经 装作属神的人一样 属神的基督徒一样 说这也不足为怪 因为什么呀 他的爸爸都装作光明的天使啊 撒旦是不是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啊 说他的差异 他的差异就是他所使用的仆人 不就是假牧者吗 说他装作仁义的差异 说你们也不要稀奇 因为什么呀 因为他爸爸啥样 他儿子就啥样啊 总之不有遗传性吗 是吧 也不算稀奇 他们的结局 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 是不是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啊 粮食的种类分为什么呢 肉身的粮食 和属灵的粮食两大类 那么属灵的粮食是什么呀 就是话语 神的话语 属灵的粮食呢 又分了两种 一个是属神的粮食 一个属撒旦的粮食 因为有两种灵 对吧 所以有两种灵的粮食 那属神的粮食就是真理 属撒旦的粮食就是非真理 世界的末了 不是这个地球春的末了 末日 是一个宗教信仰世界的 一个时代的结束 对于结束的这个信仰世界来讲 就是末后 末期 末时 末了 末日 都是这个意思 那么在世界末了的时候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会出现饥荒 这个饥荒就是属灵异的饥荒 阿摩师书八章十一节说 这个饥荒不是因为没有肉体的粮食和水 是因为没有神的话语 话语嘛 神的话语不就是灵粮吗 那就是说没有神话语的饥荒 会出现 又出现了按时分粮食的仆人 有按时分的粮食 肉体的粮食有阶段的 有吃奶的时候 也有吃干粮的时候 我们这个属灵的粮食 也是有阶段的 初灵的时候粮食 是主耶稣见证旧约成就的 实状的启示的话语 那就是当时人们要吃的这个灵粮 吃的这个灵粮才能够永生 灵才能活着 那么如今这个时代 按时分的粮食给我们的 就是见证新约的 预言成就的 出现实状的这个话语 也就是预言成就的实状的话语 也就是启示的话语 这个就是啥呀 我们如今所要领受的 如今所要吃的领粮 也是隐藏的马拿 就是启示之道 牧者有两种 大理来讲 有属神的牧者 也有属撒旦的牧者 在属神的牧者当中 又细分为三种牧者 一个是说预言的牧者 就是先知 另外一个就是立约的牧者 也可以说称为约定的牧者 按照圣经而来的这一位 就是立约的牧者 约定的牧者 还有一个就是一般的牧者 预言的牧者 为约定的牧者说预言 一般的牧者为立约的牧者 做见证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 立约的这位牧者 初临的时候是主耶稣 再临的时候是得胜者 主耶稣把隐藏的马拿 赐给了他 白石也赐给他 石头就是啥呀 侠管 治理万国的 就是有审判权力 权柄的 还有什么呀 按时分的粮食 都给了得胜的 然后从他口中 所出来的这个话语 就是我们如今要吃的 属灵的粮食 我们听了这个话 也就是吃了这个话 我们才能够有生命 我们的灵才能够活着 我们才能够游泳生 在这个世界的末了 我们一定要记住 不是这个地球春的末日 是耶稣通过立约的牧者 见证新约预言 所成就的话语 他所明明见证的这话语 就是按时分的粮食 地球存在46亿年了 有没有误差啊 是不是没有啊 所以不是地球春的末日 是信仰世界 一个信仰世界 一个信仰时代要结束 神要通过腐败的 没落的 结束的这个时代当中 要呼召拣选出来 迈子一样的信仰人 对不对呀 是不是从一层取一人 一族取两人 要把这些人 带到神的国度啊 就是西安山呢 在这里有谁呀 是不是有一个 约定的牧者 立约的牧者 来为我们 明明的见证 新约预言 成就的 启示之道 这就是我们如今 要吃的 按时分的粮食 那这个粮食 我们愿不愿意吃啊 是不是在 以赛亚书55章 一到三节里头说了呀 不用赢钱 不用价值 都来买酒和奶 然后让我们 侧耳耳听 用耳朵 应该是听 但是用耳 怎么样啊 吃 用耳朵 所吃的 就是这个领粮 这就是要我们 永远活着的 神的话语 好宝贵的家人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请看边聊 又新式官方互动平台 Instagram Twitter Facebook 视频下方 均有连接 想要获取更多盛情知识 可以在Instagram Twitter Facebook中 进行免费学习报名 还有更多有趣的 圣经历史故事 点击上面的小铃铛 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